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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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芳 买块感冒药呗 谁感冒了 阿爽感冒了 我呢 要去给她买感冒药 这不吗 刚接一电话 让我传一个紧急文件给客户 帮我跑一趟 好吧 怎么了 如果阿爽师兄知道是我买的 会不会宁死不吃啊 那就等他吃完了再告诉他 他还能吐出来啊 怎么回事 葳葳师妹 叫你买个药怎么买成这样 不关于公师兄的事 好吧好吧 那阿爽不是感冒了吗 本来是我去给阿爽买药的 完了我突然接了一个客户电话 让我发一个紧急文件 就让葳葳师妹帮我去买了 衣服 衣服 你们去哪儿啊 不加班了 回去啊 我衣服都湿了 把你车弄脏了怎么办 我衣服都湿了 这不是去晓菱家的路啊 去我家 你家 你家 近一点 还有 不用担心会把我家弄脏 衣服 李大哥 我这里很少来客人 你穿我的拖鞋 那你怎么办啊 在客厅等我 脱鞋只有一双 看来我是第一个来这儿的 下雨天怎么不带伞业跑出去 冤枉 我出去的时候雨都停了 谁知道回来的路上 又下起来了 阿水难为你 你怎么告诉我 那你多没面子啊 委屈吗 财布啊 我觉得很有意思 而且阿爽师兄 应该 对我也改观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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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多么重要 葳葳 把诗衣服换下来 没穿过的 大神的衬衫和裤子 不要 难道你要我穿过的 这衬衫没见你穿过呀 很小心心吧 随便拿的 赛嫂呢 你们两个不应该一起上班吗 今天周六 好 而且她感冒了 巧了 阿爽也感冒了 这下雨天 回去吃了空调肯定会感冒呀 老三 您也注意点啊 嗯 老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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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